近日行動反仇恨聯盟AHA召開網路研討會 呼籲擁有不同信仰背景的各界人士通力合作 削減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當天的研討會由行動反仇恨聯盟創始人 前加州參議員夏勒伯和夫人何美美主持 邀請了美國大專院校協會的 全球校園社區及職場公民辦公室副總裁 懷特黑博士 南加州拉比委員會主任委員榮斯基拉比 美國伊斯蘭民主論壇賈茲爾博士 以及希萊斯住持惠東法師共同參加 探討通過不同的宗教 激發民眾內心的善良 並通過跨信仰的活動 發揮愛心和對話的力量 以消弭仇恨犯罪 夏勒伯在當天表示 仇恨犯罪逐漸成為當今美國社會面臨的 最重要問題之一 而宗教領袖有很好的機會接觸他們的社區 並利用他們的影響力 將各行各業的人們聚集在一起 並展開對話 希萊斯住持惠東法師在會上 由佛教的觀點提出論述 他認為恨犯新生 因此必須修心養性 培養慈愛 互相幫助 搭建人際橋樑 並多做義工為社區服務 因為這些嫌犯狀的感患狀態 適合 They might come from the anger or despair from losing a job, conflicts with other people at work or within family, or stresses from health issues, social events, or even from being a victim of other hate crimes. With these negative mental states, if the persons are adequately helped and guided by health professionals, or social and religious workers, they could find ways to overcome those stresses. 行动反仇恨联盟创始人何美媒也表示,任何人都有责任采取行动, 而本次会议得到了来自多个不同宗教的领导人专注于制止仇恨犯罪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举动将进一步推动反仇恨行动在美国的进行。